很多人以为黄焖鸡米饭只能去外面花88元才能吃到 今天分享一个自己在家做 好吃又便宜的做法 四根这样的鸡腿切成块 青红椒切块 土豆切冰 泡发的干香菇切片 泡香菇水流着等会还有用 配菜就准备好了 鸡肉冷水下锅焯水捞出 热油爆香姜蒜 下焯过水的鸡肉翻炒一会儿 倒入香菇 好吃的关键是这包黄焖料 什么都不用加了 翻炒均匀上色 再倒入泡香菇的水 扣盖焖煮10分钟 再下土豆块再焖10分钟 下青红椒收汁 鸡肉松软 汤汁浓郁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我家两个孩子都喜欢吃